原来啊,这个地方,它是个蛤蟆窝呀 我把灯一打开,声音就小了 然后把灯一关,蛤蟆又叫了 原来以为这个地方很安静啊 没想到,失策失策啊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叶 现在呢,是早上时间的七点多了 外面那个蛤蟆整整是叫了一个晚上 就是从,我差不多进帐篷的时候吧 天一黑吧,它就开始叫了 然后叫到凌晨的四五点钟吧 它就停掉了 然后现在外面下雨了,你看 好像是小了很多很多了,下了一点点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它七点钟的时候显示是不下雨 然后你看八点钟有85%的概率会下雨 后面全是下雨,你看 那我所以呢,只能等到现在 没有下雨吧,外面已经停掉了 那我就起来收拾东西吧,要快了 不然一会儿又下大了 哦,地都没湿啊 多的湿了,地没湿 哎呀,有点冷啊 从昨天的二十多度降到今天的十度左右了 行吧,趁着没下起来,赶紧的收吧 昨天啊,喝了这个矿泉水之后 立刻就拉肚子了 绝对是这个水缘故啊 原来这水啊 赶紧的湿 再游戏 是那个湿 经厨的化学生 非常可能 很大 一切 也不停 用个水缘 让它起来 深迫 我们的liner电池 现在ласти统在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刚刚收拾好东西到这里就下雨了 前面大概两公里的地方是西来桥镇 到镇镇里面去弄点吃的 然后再买点补给接着往泰州方向 今天我估计应该是要过长江了 又起风了降温了 确实比昨天的23度要低了十几度啊 正好这有个面馆 牛肉面 正好这边有个超市啊 买点日用品 克制住啊就买了这边 这个雨啊也是一阵一阵的 又下了 这边都下湿了 你看啊 我前面这个有点像那个二虎啊 好几个了 已经我好像连续遇到 四个了吧 他说你带着二虎啊 我说这个不是二虎是自拍杆 有点把我整懵了 就是有点像二虎啊你看 特别像哦 又下大了 我得找个地方去避一下雨了 还是到树下先避一下雨吧 下大起来了 天气预报显示 十点钟的时候有中雨哦 这个可能是大雨 今天一天看来都得下雨了 我得尽快找个地方去露营了 你看他这后面全是85%的概率 都是下雨你看 到天黑了之后六点七点他才停掉啊 趁着现在雨稍微小一点啊 趁着现在雨稍微小一点啊 出发吧 我看了一下啊 过了长江之后 有几个公园 那边可能有 亭子什么之类的 到那边去看一下 这个雨问题也不大啊 至少比我出来的时候要小了 还有三十公里左右到长江口坐船了等一下 还有三十公里左右到长江口坐船了等一下 然后明天呢就应该不下雨了吧 然后明天呢就应该不下雨了吧 这个风也是抽了今天 这个风也是抽了今天 又是冠风又是下雨一下 一阵一阵的 这个鱼好像大起来了 我只能继续在这个树下面再避一下 这边的路灯啊 都是那个鱼的形状啊 这个应该就是河藤 河藤之乡 阳中式 说实话啊 河藤啊 味道确实鲜美啊 但是啊 河藤它是有毒的 如果烹饪不得当的话 那就要食物中毒了 风也停了 雨也停了 不过温度有点下降了 风好大呀 又下雨了 这个下面啊 就是夹江了 然后前面大概一两公里的地方就是长江了 这个夹江也是挺大的 我得赶紧往前面走了 前面就倒坡了 下坡了 又得去避雨了 雨开始下大起来了 吹不动了 风好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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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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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